近日北京疫情越演越烈 6月15日中共官方公布14日確診36例 當日下午宣布北京全市社區防控迅速進入戰時狀態 根據《大紀元》獲釋的信息 中共在北京這波疫情中持續嚴重隱瞞 中共通過社區及微信等社交媒體轉發緊急通告 尋找5月30日及以後到過新發地市場的人 並要求他們立即通知社區或樓主居家觀察 等待安排核酸檢測 6月15日下午的北京防控新聞會稱 全市核酸檢測機構共檢測76,499人 結果是陽性的有59份 其中地壇醫院已在院病例27份 新增確診病例21份 有待診斷的陽性檢測11份 截至6月15日6時 16區及經濟技術開發區 設置了193個採樣點 中共北京衛健委公布最新疫情的數字稱 在14日北京確診新增病例為36例 根據《大紀元》獲釋的北京地壇醫院的 法熱門診統計數據來看 6月14日正是這一天 由凌晨至晚上12點 法熱門診就診人數就有375人 新增確診數就有41人 在6月11至13日 凌晨至晚上12點 法熱門診就診人數分別從132人到290人 新增確診數從1人增加到36人 因此 6月14日北京衛健委至少小報確診病例5例 而其他3天 整個北京市新增確診人數等同於地壇醫院一家統計的確診病例 而據大陸媒體報導 北京在6月11日新增中共肺炎確診病例之後 要求全市各醫療機構特別開設發熱門診的79家醫療機構 對就診的發燒人員全部進行病毒核酸和抗體檢測等 5月11日據北京防控新聞會宣布 北京有條件做核酸檢測的機構已達67家 因此 從北京地壇醫院就診人數和確診人數的比例來看 完全有理由懷疑 中共在北京這波的確診病例上嚴重隱瞞造假 有網友披露內部消息說 新發地市場因為無法查詢和控制感染疫情所接觸的人員 而無法追尋到可能已經被感染的人 所以中共市領導一夜未免 一直在商討控制的辦法 為保全國 可能最好的辦法就是先封城 而北京市內情況就更不好說了 唯有自求多福 據6月15日下週北京市疫情防疫發布會消息稱 近期北京市已經進入非常時期 全市社區防控工作迅速進入戰時狀態 全市7,120個社區 近10萬名社區工作者投入抗擊疫情佔場 該消息也印證了北京全面封城的消息 並且全國各地防控指揮部也對各地下達文件 要求不要去北京 北京防控新聞會也宣布 新發地周邊小區不進不出封閉式管理 既然的事 幸好 cried 幸好 正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